10名黑衣人 衝進松山分局大鬧 最後盛演握手荒謬大戲 荒腔走板的松山之亂 歷經14天終於癥結 但涉嫌砸電腦的 滅證的縱放人犯的被告 一共13人 結果只有1人有事 罷信被告等9人 犯罪嫌疑不足 因為不起訴處分 一大票黑衣人從警局 有人拿椅子砸電腦 有人踢直奔台 還有人推警察狂叫囂 公然挑戰公權力 卻只有徐姓主嫌一人 被毀損公務起訴 其餘9人 檢方說是沒罵 沒動手 全沒事 民眾難以置信 檢方調查 所長為了顧及教官顏面 怕影響警察形象與巡左密室會談或 踩滅證 但事後也說謊警局斷電 兩人知法犯法 建方卻認為兩人沒錢可考機好 僅以還起訴處分 公正客觀性也引人質疑 這就是掩滅證據 那為什麼他可以不用受法律制裁 對台灣的司法很失望 另外引發爭議的 還有副所長 驗見警局被亂砸 明明過程又架住嫌犯脖子 最後還是放人 檢方卻認為他當下無法判斷 黑衣人有無犯罪 有沒有黑道背景 以及闖入來意 一樣不起訴處分 過往檢察官針對這類的案子 都是盡量從中起訴的 也讓人不禁懷疑 是不是有什麼隱情 而事件有沒有人官說 檢方查證所長通訊對話記錄 只有提及媒體參訊 定調沒人喬事 只是重創警戒形象的松山之亂 不但滅證的全身而退 使人砸警局 只有一名黑衣人扛責 網友嘲諷 這種邏輯難道可再砸警局九次嗎 檢方是否重重舉起 請請放下 民眾都有答案 記者綜合報導